老實說 我不會想要再結婚 因為我覺得 很棒 好想要想要想要想 你是不是其實也蠻難追的 應該是蠻高 男生因為我對你死傳爛打老師 那個我可能很快就越離他了 因為我雙子座 我偏變態 你對我越好 我反而 本來對你有興趣 沒有好奇心 那是SM幾隻 可能這個人要懂得 因為我本身訊息就愛回不回家 那你是一箭中指的嗎 不是 我不是 我說怎樣才有機會 還拚 我覺得我家人吧 我覺得我爸好小孩 這兩個主因是重點 就是你要讓我爸覺得 我爸喜歡你 但你爸都不希望 都不希望你談戀愛 這很難 所以要去解決 他目前追究者說 你有沒有覺得你條件 你覺得條件還不錯的 我認真覺得都很好 算命是有說 他是大概兩年同 對 還會遇到 算命的有講說 真命天子 有算出連姓什麼都知道 真的嗎 跟我同姓 跟你有姓李就對了 對 去找李先生 哈哈哈哈 尊姓子李先生 所以你現在 目前身邊追求只有姓李的嗎 就是沒有啊 啊 是喔 姓李的不考慮 哦 哈哈哈 那家人就不適合那些 哦對啊 不一定的啊 我怕你又受傷 他又欲人不捨 嗯 他們就覺得我眼睛啦 眼睛被給我遮掩 所以當初爆炮反對 還是有告別的 是啦 因為我爸對我愛是滿滿的 那控制度太強 他是滿滿的愛心跑跑這樣 其實我自己本身也不老實說 不會想要再結婚 之後不要打臉 等31歲再來看 好不好 可是我真的不會想再結婚啦 因為我覺得 可是算命是講 31歲結婚的那個李先生 是對的 非常好 嗯 而且對他事業是很有幫助的 嗯 你還年輕會想要再生一個 弟弟目的那樣 哦不是你 蛤 哈哈哈 你這話會說的太早嗎 沒有我真的 不行 我就一個就好了 所以是 這輩子也不會再生的 就是 有我兒子就好了 嗯 我才不是說好幫忙 對 你自己說當初是真的為了想生小孩 沒有 當初是意外懷孕 對 所以之前沒有做很棒 對 現在學聰明了 哦 對 以後不會再有這種意外發生 真的嗎 看著我的眼睛 真的 我 哈哈哈 但你要不要看你後面的李先生 如果李先生需要生 對啊 可是也還好餒 因為那個李先生是 現在目前還不存在 假設他想要 希望跟你有自己的小孩那怎麼辦呢 他可以把我的小孩打包小孩 如果挨一個人的話 做得到的話 我覺得很重要 不然叫他去結紮好了 真的 生有條件請結紮 不生 不結婚 謝謝 我覺得好逼人哦